对于英国王室粉丝们来说,凯特王妃尽管已经嫁进王室12年,并且都跟丈夫威廉王子生了三个娃,但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她还没有代表王室去参加其他王室家族的婚丧典礼。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点其实倒也不是英国王室看不起凯特,2011年她结婚时,是以王太孙妃的身份进门的,她的丈夫威廉王子只是王位第二继承人。 这类礼仪庆典活动,英国王室要么就干脆派出时任王储查尔斯自己出访,要么就干脆不去,所以凯特也就没有那个机会与世界其他王室家族成员们多加交流了。 谢尔金女王去世快一年,查尔斯也顺利举行了加冕即位典礼,威廉和凯特的头衔都正式变更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了,凯特已经做好了月升世界王室舞台中心的准备了。 中东的约旦王室将在本月一号为王储和王储妃举行盛大而隆重的婚礼仪式,这点不少关心王室八卦报道的粉丝们都知道,但有点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意外出席了。 从王室网站发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到,凯特与威廉一身黑色便装西服出席在约旦的机场,他们将在短暂休息之后,换装亮相约旦王储的婚礼,并且还将参加随后的晚宴招待会。 其实,如今英国王室派出凯特和威廉前来,既出乎意外,但细想却又在情理之中。 其一,俩人如今地位提升,以王储夫妇来对等参加约旦王储婚礼正合适。 毕竟现而今的英国王室,王后卡米拉从不参加这类桂圈交际活动。 国王查尔斯还要准备不久后的出访,向来是英国王室婚礼代表的爱丁堡公爵夫妇爱德华和苏菲,他们的身份也有点不般配了。 其二,凯特他的父亲迈克·米德尔顿以前是飞行员,在凯特小时候曾经带着全家在约旦常住两年,凯特也是在这里读的幼儿园,因此凯特王妃说起来和约旦还算是有点渊源。 其三,英国王室也希望更多一点为凯特威廉在王室圈提升人望,刷交际好感度,毕竟今后他们就将是国王和王后了。 此前查尔斯的加冕礼搞得有些不伦不类,说好的white tie招待通通取消,卡米拉甚至霸道的不准女眷在典礼仪式上佩戴冠冕,凯特和女儿夏洛特只能用花冠搬回一城。 这次约旦王室为王储大婚费尽了心思,宾客招待更是讲究一个最高规格,各国王室的女兵们都要求佩戴王冠,身穿晚礼服献身婚礼后的晚宴招待会。 约旦国王和王后拉尼亚在王宫门口盛情接待各方宾客,凯特王妃身穿一身粉裙,笑容满满地跟随在威廉身旁。 他们与国王夫妇握手寒暄,凯特的服装颜色清新又不失淡雅,植物花朵纹理设计别具特色,既不抢主人家风头,也能有自己的特点风采。 凯特王妃的首次官礼之行,她的王冠到目前为止都是保密状态,只能耐下性子来等待后面的婚礼晚宴招待会了。 根据统计凯特总共佩戴过三顶王冠,一顶是婚礼王冠,由女王借戴,只戴过那么一次就被王室收回了。 她平日出席公务时经常戴的有两顶,一顶是她婆婆戴妃最爱的珍珠类,另一顶则莲花王冠。 这两顶王冠固然都很精美,但目前凯特的身份已经是王楚飞了。 并且还是代表英国王室官礼,因此外界也有猜测,她首次出国官礼,有很大机会将解锁新款官免。 去年女王去世,宫廷王冠也都重新做出了规划,以凯特现而今在王室的受欢迎程度。 和她公共查尔斯对她的看好,如果凯特王妃有幸的话,接手从前女王所佩戴过的王冠也不是不可能的。 约旦王楚大婚是继上个月查尔斯即位加冕典礼后,世界王室圈的再次大聚会,并且在珠宝服装首饰王冠上都多了很多看点,而凯特王妃会不会一名惊人呢? 另外根据一位王室专家透露,梅根和哈里王子在脱离王室后,这对夫妇可以保留但不能使用HRH候衔以及禁止使用王室,至今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如意。 与普通人来说,他们依然是豪门贵族,但与王室贵族来说,他们已接近穷困潦倒,他们失去了英国王室对他们的支柱。 目前依靠戴安娜遗产生活。梅根生育二胎时,外国民众也依旧关注这个孩子的肤色,这个女孩的名字叫莉莉贝特,戴安娜,蒙巴顿,温莎,民众称这是梅根意图碰瓷和模仿王室成员,梅根在穿着上也喜欢碰瓷戴安娜,她经常借鉴于复制戴安娜的礼服造型,早些年梅根喜爱碰瓷戴安娜可谓是人尽皆知的。 最近一次在纽约繁忙街头汽车追逐事件被她夸大其词,称为灾难性追逐事件,她隐晦地暗示这是类似戴安娜王妃的车祸事件,影响力极大。 纽约市长亚当斯则问记者是否已忘记戴安娜事件,谴责他们的行为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 美国民众认为梅根碰瓷戴安娜的意图非常明显,梅根自从脱离英国王室,她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对王室生活进行冷嘲热讽,她因为王室生活而失去了近三百万的粉丝的社交平台,她表示女性嫁尽王室饱受痛苦与折磨,如同戴安娜一般。 她表示她与她的丈夫将会在美国适应新的生活,而不是被王室规矩继续束缚。 梅根的言论从某些方面来说,让王室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致引起了许多民众开始思考王室是否应该存在。 一些王室粉丝认为自从梅根进入王室,她与凯特王妃因为同为轴理,民众时常在他们之间做出比较。 凯特王妃毫无疑问将会是英国最有权势的英国王后,而梅根选择疏远王室并持续地抨击,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摧毁温莎家族,这让她的地位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听说王妃近日宣布,和哈里·梅根的合作今后只限于幕后,王妃将不再制作类似于阿尔哈和小梅,这样的纪录片了。 关于吐槽,王室的话题已经到了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新闻报道如是说,啥意思呢?就是王妃在赚的盆满钵满之后,不打算再和这两口子一起挨骂了。 也就是说,王妃在鼓励哈里和梅根疯狂输出王室,成功将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且几乎没有可能和解的情况下,撤了。 而没有退路的二王子和梅根,只能在王妃继续打工,且已经被划定工作范围,幕后工作,说你有就有,说没有谁又能说得清。 之前就有专家预测,王妃和梅根的这个合作协议对二王子两口子来说非常危险,就像威尼斯商人中,只割一磅肉,而不流一滴血,一样不可能完成。 意思就是说,只要梅根胆敢把这个纪录片播出去,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彻底断送和王室和解的可能。 他不可能又赚到钱,又对王室毫发无伤。 估计,哈里和梅根也害怕这个结果,所以两口子又是借口生孩子,又是借口疫情的,拖拖拉拉的不想交作业。 他们可能指望着王室能替他们赎买协议,从查尔斯那里赚到钱。 但是他们赌错了,老查的轴就上来了,你们爱咋咋地,我一分钱没有,我不是他们的提款机。 这一点支持三世,任何的讹诈行为都不能纵容,否则就会得寸进尺,永无宁日。 事实证明王室赌赢了,梅根赌输了。 被天价违约金镇设下的纪录片最终还是播出了,并且获得巨大成功,但与此同时,哈里和梅根也被王室彻底抛弃。 与王妃破纪录的播出指数相比,区区一亿美元对于梅根来说得不偿失。 可以说她得到了一个枣,但是却失去了一棵枣树。 自从她没能参加加冕仪式之后,美国老对她是肉眼可见的空前的不客气了。 王妃又趁机宣布合作,等于,终止,真称的上市片叶不沾身。 而历令致婚的哈里和梅根,在失去王室的庇护之后,又丧失了他们最大的金主,可谓是损失惨重。 估计被胎二也将胎死附中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